最初周星馳請你 因為你幫他量度巧 但為什麼會推了你做一個律師底的角色 最初是沒有這個角色的 有的 有這個角色 不過就不是我 還在找人 還在Casting 誰知不知道他有一次見到我一些很討厭的角色 一路就說 一路都Cast不到這個演員 直到拍攝了 為什麼還有這個演員 但其實我有份讀 大家讀得很興奮 那一晚他就說 行了 阿聰做 你的反應呢 然後我說 沒有玩了 什麼玩了 你自己想清楚 明天早就拍了 然後我說 啊 然後在夜晚 真是在夜晚 叫服裝幫我量度身 才車那件衣服 然後那個服裝是半夜車的 第二天就去到現場 他就抓我到一邊 叫我看著我的絲網 你自己給你30秒 你自己給你30秒 你想想你行不行 你不可以你告訴我 不要關我的続藝 那我就說 30秒而已 那我就想想一陣子 又不是沒做過 不要緊了 那時候覺得是這樣,不要緊 他都不害怕,那是他的嘛 他都不害怕,我害怕,不是吧 來吧,來吧,做吧 然後就開始演了 當然啦,我們看過數字足球 我們最經典的都是你嘴田雞拿個雞蛋 一來就是拍那個 所以他就要我想清楚了 但是你沒有猶豫過 沒有得猶豫過 你的形貿初吻給了田雞 那時候說真的,我自從一轉面走回去 那時候就出去了,來吧 還有大家都知道,因為我也有份量 知道要做什麼,那就來就來吧 是那幾晚,不是那幾晚 那幾晚跟田雞有一點面左座 最初接觸的周星馳,很多人都會很兇 是啊,現在也是的 他是很兇的 這個沒得否認的 但是你有沒有被他罵過? 當然有啦 真是鏟到飛天 但是又是那句,他為什麼要罵你 那一套戲的效果 一來啦 二來就是你真的錯了 那你不錯,他沒什麼罵的 是不是? 他不會說沒什麼 讓我找些東西罵你 他又不是那一隻 他就是真的 他的口頭禪,你是不是真的明白 他就是很需要你清楚 如果你說了是明白,你清楚 但是你做錯了,那就是你的問題 那所以,我又,不知道 罵一罵,就習慣了 想問一下林子聰 你作為一個,是不是小時候都這麼大的身影 是,從來沒人 還沒瘦過 還沒啊,都忘了瘦那時候 我想幾歲吧 瘦過一陣子 有沒有被人Bully過? 我還好 很多都是覺得我沒什麼殺傷力 跟我玩多 特別是女同學吧 不是,女同學呢 就真的多數是一個 找我做一個橋樑 一個,真是一個橋樑 就是,你幫我跟她說些什麼 我都做了很多這些 那你有沒有覺得 從小到大,身形是你感情的阻礙 林子聰 好運氣,真的沒有 無往而不利 我又不是 不是,我又不是無往而不利 但我相信 如果是我認真 真的追她 我真的愛她 我真的追她 都是一定可以的 因為到最後 到最後最後 我可能經歷的時間長一點 但到最後 你都是 很多時候都是看裡面的 所以 所以現在的太太 Krissy 你二千年開始拍拖 那時候你還未成名 未 那你就是用你的行心 而追她回來 算不算 算是 都是 人家是巴雷姆家 漂亮 漂亮 嘩 揉到手 都說了這些 不是的 那時候 大家開始的時候 很簡單 那時候很簡單 他先吸引你 都要 很有趣 有一種 我人生 真是唯一一次 到現在 我都沒有 再沒有試過 我是 紐約戲院 撿了一顆 我當年 我第一次約會 就在那裡 我未見過 第一次 你怎麼出過 是她朋友 朋友想認識她 真的 是我的朋友想認識她 約了她出來 她一出來 我第一眼 突然間 我個人是穩暈的 即是 真的什麼叫捉電 是我有 我朋友沒有 那個感覺 到我今時今日 我未試過遇到第二次 真的沒有第二次 我是覺得 是她 是她 從那一刻開始 就已經是覺得這樣 但是你追求對方 也有人對方 接受你一個階段 是否花多時間 幸好 幸好 很快讓她知道 可能 攻勢比較猛烈 還有 其實那時候 跟她的共同嗜好幾多 大家很喜歡 在沒什麼錢的情況之下 去找些好東西吃一下 所以很多細微的事情 大家很容易聊 四年前 19年 第二個女兒出生 是 這個算是你人生的很大的打擊 差不多 那個真是 我到現在都有一些驚弓之鳥 有些是 措手不及 一個很大的 對我上了一個很重要的一課 因為太太和我第二胎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 其實她一直都不知道 直到有一天 突然之間她出血 出得很緊要 那時候 很早就五個月左右 然後 不知道什麼事 然後去醫院出 醫院出後 都不知道什麼事 總之就是 你不要動 你只能夠做的 就是在醫院不要動 不是在家 你盡量睡在那裡 不要動 餓床 後來 我太太 不知道為什麼 她心血來潮 她很堅持去做一個 我們最初認為沒有什麼用的產檢 就是 照結構圖 而又遇到一個很好的醫生 照結構圖 那醫生照著著著著 他說 照結構圖 原本的意義 只是純粹看樣子 但那個醫生就不是 他發現了一些事情 他在照的過程發現了一些事情 原來 我太太有一個叫 直入式胎盆 直入式胎盆就是 其實以前來說就是爛產的一種 就是胎盤黏住了子宮 生的時候會很危險 而且隨時有早餐的危機 而且會大量出血 那時候突然間 幸好那個醫生 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大家突然間有了準備 準備只不過是一個多星期 那時候只是六個半月 就要出生了? 突然間出來 那一晚 幸好天氣對我們很好 那一天早上 我應該要飛上去做最後後期 最後一部電影就快上 要做後期 不知道為什麼 那心叫我不要走 那我就打電話上去 我從來沒有試過 我跟監製說過 你給我多偷懶三天 我問為什麼 不知道 我問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給我偷懶三天 三天後我上來 唉好啦 然後那一晚就出來了 就要生了 一出來 我已經 第一時間叫白車 就送去醫院 誰知道叫白車 都說不及他的醫院 在白車上就生了 好像文說 第二女出生的時候 九百幾克 收了水之後不夠兩磅 還要太太是一度缺氧 她呀 因為她在舊車已經大量出血了 去到搶救 她心臟是停了 停了一分鐘 是搶救回來的 都說那一晚結果就是 兩個 你差點沒有了兩個親日 我就說我應該坐在哪個房門口 那時候我就坐在九樓房門口 就是我老婆的房門口 可能天對很好 我太太搶救了 昏迷了一晚 第二天她就醒了 第二天她醒了 然後我就先休息一口氣 然後她問我 妹妹是不是沒有了 然後她說 我都未看 我現在上去看 然後我上去 我也上去 然後就見醫生 醫生就說 她現在這麼小 可以幫的東西 就盡量已經幫了 但其實看她自己 然後我看著她 保鮮紙包得很緊 那我就 唉 我可以做什麼呢 很無助的 是什麼都做不到的 那我最後只能夠 我連摸她也不行的 那時候 只能夠隔著一個氧氣箱 那我就跟她說話 只能跟她說說說說說 其實最初都沒有什麼反應 那醫生就說 通常就看10天 10天左右 就知道什麼結局了 你有沒有哭 那時候 還沒認識 說真的還沒認識 回到家 在家裡才懂得 靜下來的時候才懂得 因為突然家裡都靜下來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 哇 這麼大的考驗呢 給我 那我就想一下 考驗而已 過得到的 看看怎麼過吧 我 我一個人的力量 做不到多少的 能夠做到的 就盡做吧 那時候我都覺得 如果那個天是要 是要我受這個打擊的 那我也沒有辦法的 我只能夠接受 但是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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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過 那我每天 那我太太又康復得很好 但是你的女兒差不多要半年了 在醫院 三個月 在箱裡兩個半月 出院的時候五磅 出院的時候不止了 六磅 那時候是 全個病房叫得最大聲那個 那我也沒有什麼好做 我只能夠每天在箱裡跟她說 那我就是你爸爸了 如果你不想我是你爸爸的話 那我也沒辦法 但是如果你很想 我會很疼你 如果你很想來的 你很想留下來的 那你要自己給心機 那你不要說了 還沒說吧 你不要說好 你不要說好 我真的想要不給你 那我先放你 你不要說好 我好想要不給你 你不要說好